心靈副女二線又跟大家見面了,我們已經做了第三集 希望觀眾有什麼意見可以跟我們溝通一下 我們今天也會講講有關抑鬱的問題,但我看到一個最新的統計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根據CNN的報道美國的自殺率在30年內最高 當然在香港我們作為局外人,我們很難去評論究竟美國發生什麼事 因為看上去經濟環境又不是太差,息率到現在還很低,股市又很好 全世界最好都是美國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呢? 相信跟香港近期發生的事,我們也同一個問題就是有些困惑 我們去看這些現象的時候,其實Ralf一邊讀開都會很依賴我們傳統上的所謂教書 或者一些基本的心理統計 以一般你讀來說,其實是哪一個年齡的組群抑鬱以至輕生的比例最高? 自殺大多數都是年紀大一點,老人家那些原因 我想有很多方面,有可能是年紀大,老,開始擔心經濟 子女又不是多來照顧,甚至乎有些遺棄,婆式關係,健康 大部分應該是老人家死的最多,即自殺 但是近年,近幾年的情形,有年輕人的群組很不尋常地,是多的 這是香港很特殊的情況? 這幾年是,有一個這樣的 trend 出來了 換言之,它統計上是一個異常的情況? 是的,那是需要留意的,我覺得每一個地方為何會自殺 當然有很多psychological 年輕人或群組心理方面的事情,有些是屬於家庭 但是一定不能否定社會對這個群組構成的壓力 以至到他們會有疑惑或其他原因,繼而想死 如果一般來說,在教科書裡面 如果在統計上看到這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那你會尋過一些什麼解釋或什麼的 approach去處理這些問題? 即是教科書? 即是你讀過一些,突然看到一個爆聲 通常他們會怎樣解釋? 他沒有,因為做research 例如看這群人扣過電話熱線或很多NGO開設一些專門做自殺 在那裡收了,即是看這些去綜合一些資料的模式 再去推論出裡面的原因 是,有沒有一些common factor 即是收一堆的case,然後給他一些輔導 總之都是一些幫助他的方式,去研究一些hypothesis,假設 看看哪一範是比較重一點,分門別類 我相信現在似乎政府也有心想開始做這些事情 我聽說好像他們也想成立一些中心之類 我相信這個比較analytic,方式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也很期待,有這些分定,或有些學院開始去做這些功夫 但也要花一些時間,才找到什麼問題 才可以對證下藥 但是如果以我們一杯印象式的感覺 例如近期發生這些事件或現象 我相信以你的經驗來說 是跟事主本身的情緒 以致到抑鬱甚至嚴重抑鬱的因素比較多 是的,正如我上兩次說 雖然一個人自殺是有幾個因素 即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資料去自殺 但是抑鬱是差不多佔三分之二 而我自己所見的個案都是以抑鬱為多 而是才會有這麼多的想死 當然有些是憤怒、報仇那些 也有些可能是因為病 有些甚至乎相對正面一點 他會覺得死後會不會和我家人有一個重聚 這些都有 甚至你剛才也提過的就是 attention seeking 是的 其實 attention seeking 我想很多年輕人在他的發展期 尤其是我在中學 其實是很重要的 譬如上次說的一些理論 例如Arily Erickson 我想在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Ego Identity 就是找自我的身份認同 其實如果在他的發展裏面 受到很多的阻滯 或者是一直在同學之間 朋友、老師或者在家裡 都找不到自我 或者他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很無用的人 做什麼都是沒有什麼作為、沒有什麼價值 甚至乎他們會說 可能我不存在在這個世界 不會成為這麼多人的負擔 可能更加好 所以我想那些人如果他想自殺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可以看看他是否有抑鬱的傾向 甚至乎抑鬱症 換言之剛才你說的一個很簡單 比較機械式的 就是一看到有這些跡象 我們第一次問 究竟事主本身是否有情緒上的問題 要照抑鬱的問題 是 這個是比較會 我們現在在香港發現到的 比較大規模的現象 很難會 我想到如果他是自殺 我會很直接想 可能在情緒上 或者他會覺得現在的情形 是很坎坷 很desperate 我連帶會想 就是阿蘇士會聯繫 想他的情緒方面 而這個情況 就是說由抑鬱導致輕生 在我們現在說的 特別在中國這個階段 這個又是否在傳統教書裡面 就是西方 會有的 都是覺得是最超級的 是的 應該說自殺人裏的群組 很多時候是抑鬱所導致的 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他有其他的 正如之前說過的那些 就是我們可以羅列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不需要阿蘇士說 你很集中說 我們現在有這個 即是我們覺得主要的因素 怎樣處理這個因素 或者我們怎樣分析這個因素 怎樣面對這件事呢 對於我們來說 我一直很強調 譬如這些心理上的問題 我們覺得很多時候 都有社會成因 但是社會成因 不是一定我們能處理得到 所以我們都局限在 在心理上的一些資源 或者其他方向去想 但是如果譬如說到這個情緒的問題 以致到不開心或者抑鬱 他是不是跨街 即不是局限在某一個階級裡面 是的 其實基本上每一個 即是每一行面 沒有一個社會界線 沒有鬼沒有戰 也有這個可能性 是的 即是窮人 有錢人 或者中產階級 其實都沒有一行面 因為 怎會有一個 我想在社會學 理論也好 我也不會說我是中產階級 我是中產階級 就是中產階級 就一定是很快樂 不是 有一個傳統的廣東話 說窮風良惡化碗 只不過你做不到 為什麼 快活不到 不過當然我指的 當然每一個不同的社會階層 它所引致抑鬱 或者任何情緒病 那個的成因也是不同的 或者它那個病 這個病 情緒病的發展階段 發展的路線 都會是不同的 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優越 我只是想說是不同的 甚至乎它的表現方式 也是可以很不同的 譬如很簡單 一個中產階級的人 或者它很高學歷的 它即使是可能抑鬱 但是它可能功效得很好 它可能在一天 它可能都會上班 或者做到一些很專業 很用腦筋或分析性的事情 但是可能它一放了工之後 可能它已經是喝酒了 它是會有另一個呈現方式 但是窮人可能不是這樣的 可能它會露倒一些 但是表現方式不同 所以就是情緒病 我問你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時候抑鬱 你不能夠從它表面的樣貌 以至行為看到 可以這樣說 是的 除非你是家人 或者甚至是伴侶 你會在一個好一點的位置 你會感受到 因為你會看到它的差別 就是它之前完全沒有事 是怎樣 它有了事 是怎樣 你會跟它相處 你會在意 你一定會知道 除非同事 真的未必會知道 因為同事回來 真的要上班 它應該要有些生產力 它一定要表現得好 或者它要吃著精神科藥 做事 你未必會察覺到 如果我們再橫觀一點去看 譬如這個抑鬱問題 就是情緒問題 它是不是不同的地位 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表現 會的 很明顯的 其實很多的研究都說 譬如在美國 這樣才算 它的吸毒情形 或者毒品是很普遍 相對於香港 美國是比較嚴重 之前說過自殺 有幾種原因 其中一個是因為藥物 或者叫做毒品 而引致 香港一定是比美國會少 所以如果說國家 它有不同的社會情形 制度 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全部都會影響 甚至如說加拿大 或者北歐一些國家 到冬天 它根本的日照短 其實太過 那是一個影響 導致抑鬱 例如起床 可能10時才有陽光 然後3時太陽已經下山 很困難 很困難 然後挪威 北歐 俄羅斯 其中一個最顯現的就是冰島 另外 剛才提到美國自殺率 我現在沒有更新 但以前我聽說西亞度最高 我估計跟陽光的因素相似 所以每一個地區或國家 其實無論是氣溫、溫度、日照 或者那個國家的政策 例如日本 日本自殺率是很高的 但又不只是年輕人那班 他們可能是說男士 因為覺得受不了工作 或者在社會對他們的要求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在 尤其是在辦公室裏面自殺 其實很有趣 連他們的行徑 都是跟那個國家 因為日本是很崇尚自殺的 他們的文化本身有很強的談論 即是潛藏在那裡 譬如回到香港的情況 我們有陽光的充足 這陣子也不太多 城市其實很dynamic 你會覺得為何我們會 近年會出現這麼多情緒的問題 我覺得整件事由出生 讀幼稚園 然後小學、中學 其實那是很違反一個人的成長 你給予太多的東西 就是迷失自我 父母根本都束手無策 可以給予他們關心 要賺錢 其實根本就自生自滅 但你真的在一個社會那裡 根本跟這些朋友老師 他都被那個教育政策搞到倒閉了 整件事令到沒有一樣東西很favorable 很健康地提供到環境給年輕人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只會越來越差 或者越來越呈現出來 如果我們沒有去做任何的事情 去倒閉 或者有些事情 甚至在社會的層面 去做一些叛亂反正的 我想令到這些事情會健康發展 當然 即是說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剛才你講到那些事情 固然社會趨勢 如此 但起碼一件事 就是身在其中我們都要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自己去嘗試去改變環境 或者去自我調節 即是最保守的說法 或者我們不用這麼學術的方式去講 或者我們用一些很通俗的方式去講 譬如說講一個中學生 他跟他中學 以你所見他為何會不開心 我們說不開心不等於抑鬱 但起碼一樣的就是 這個不開心又累積又累積又惡化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些心理的結構 我想最慣常的學生聊天 其實他們都會說 他們根本不喜歡讀書 讀書或讀的東西其實是很深 根本還不切 也覺得跟不上 其實上課就做夢 但剛才你所說的 我全部都在中學體驗都中了 但我會找到一些東西令我開心 是的 但現在的社會 他的壓迫力太強勁了 你日復日都是這堆東西 即是不斷告訴你 你是不喜歡的 但你都要回來 你不回來是很大件事的 可能你沒辦法讀書 我輔導的有些學生 都已經想 我不跟這條路 難道真的在這裡做物技 他在這裡會想 不行 這樣又不是 其實他被迫著這條路 我覺得時常人們抑鬱 其中一個理論就是 你選擇兩個選擇都是很差的選擇 難民那種難撐 其實你被我沒得選擇 你怎會找到一個希望呢 但我想在你那個年代 你起碼餓玩 可能甚至乎出來工作 有出來工作的那種學習 或者又有很多的智慧 很多知識在那裏拿 甚至乎跟師傅在那裏做 又找到食 有很多可能性 但在香港其實越來越 壓縮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不跟著正軌去做 即使你跟著正軌去做都好 你都未必一定可以生活到 即謀生到 現在都不要說拿錢回家照顧父母 其實那些人現在二十多歲 三十歲 他們直接想都不敢想 甚至可能都會有些自責 根本我連找 我拍拖又要花錢 我結婚又要想地方 要不然我女朋友也不 他的家長也不肯 很多這樣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學生 好像只有一條死路 你不走這條路 你就沒有其他選擇 那就日復日 你在班房又追不上 然後在學校就好像很悶 可能老師 聽你剛才說的 主要是一些所謂underachiever 即是說 雖然不走 但我真是苦法 要留意 會不會有些hideachiever 做得好也有這個問題 會 同樣的情形 像我剛才所說的 他都會抑鬱 但成因不是剛才所說的 可能倒轉他就覺得 我就算做得很好 譬如我考了生命內 但我是完全不開心 譬如我就算我怎樣做 我都見到父母 即使見到我這樣的成就 我幫不到他們 他沒有因為我的學業成績而開心 我見到他們也是很辛苦 那我就會不斷地去逼自己 要更加去攀爬 要做到 譬如我打算將來做醫生 打算做律師 希望可以減輕 給予父母快樂 但其實父母是否真的要這些 也不是 當我真的去輔導父母的時候 他簡直是不知道他想要什麼 但他只是想怎樣 年輕人只是想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就盡量去做 他唯有這樣想 但其實有些事情 根本不是那個年輕人 需要去承擔 也與他無關 在剛才你說的幾個例子 我們應該綜合到兩個情況 其一就是學生和校方和家長和社會缺乏溝通的條例 究竟社會想要我什麼 學校想要我什麼 即使有這個溝通 是很明顯的 很明白 譬如說我是讀不到的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但是是不是在學生以外 給他的負面的誘因太多 positive incentive太少 這個是學術性 如果我通知的話 就說 以逢身做事都是罵你 踩你 就算你做得好 他不會讚你 為什麼你不讚多一點 罵少一點 現在是否普遍是這樣的情況 無論你是high achiever 或是low achiever 是否都遇到這個問題 我補充一點 我覺得還有 剛才你說的 你就算給了正面 鼓勵性 但是他有沒有future 你講了第一個因素 有溝通 知道死活期望 但是如果我真的做不到 我有沒有其他option 有沒有其他路徑 可以因應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去做得到 他們都知道 將來我要去生活 我要至少賺到一萬幾千 生活下去 不需要問父母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年輕人會想這些事情 因為在他讀初中 他已經開始 會有些想到將來 雖然他未必會跟父母說 我這樣刪性 我會想將來 但是你會知道 所以就算父母 他給了很多負面或正面的事情 但是究竟實際上 有沒有一條路 他可以出來生活 我覺得 那是很多年輕人會想 你在想將來的生活 這是幾歲開始的 FORM 2 已經會想 絕對 中一中二 我申報 我很遲熟 我沒有想過 所以我很開心 可能是一批 有時候我都會跟他相關 想的是做什麼 是的 有時候你會想不到的 或是見過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講這個原因 這個情況 可能當時家庭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我們剛才說一句 你做龍就上天 到時就進去 關人鬼事 你當時自己想怎樣 他就說 我不玩到的時候才想 會不會是 這個很好的心理質素 會不會是現在太多家長 他很早就灌輸這種 你將來如何如何如何的思想 會 會 接著要問 為什麼家長會變成這樣 還有要問 就算家長不斷提起年輕人 年輕人都會這樣想 因為我覺得 其實 但我想問 這個真的是你自己遇到的 大量的個案的情形 是的 剛才問 譬如說 譬如這樣說 譬如說 家長不是這樣給壓力 但是社會已經一直在給這些信息 給這些壓力的學生 是的 這個不是在家庭的層面 是的 我覺得其實是二層的 無論在學校 甚至乎學校 未必都不喜歡 即是老師 家長 或者年輕人 覺得社會很難去謀生 譬如說廢青 其實我一輔導應該有些初衷 他都會說 又被人說我是廢青 不是我現在見到年輕人 我叫廢青 是的 廢青你可以不當它一個 反而是 你可以不當它一個 negative label 你可以當它一個 純粹的潮語 是的 也可以 如果他的心理質素低 他真是想起一些負面的 甚麼都這樣 他覺得沒有用 即是那個是一個無形的壓力 他會在想怎樣的位置 怎樣定位 我究竟讀到3CAN牌 即將來拆開 我究竟能否應付這些科目 應付不到又等同我的失敗 他們已經會這樣去想 換言之是這個失敗的 這個很笼罩在每一個年輕人的條件上 因為在成長心理學 development theory 其實在初中那個期 他已經在找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 在社會的能力 在一個社會的制度下 學校固然是一個相當重要 在那個階段 在一個介替 他就是要找這些東西 而如果在那個階段 你的社會環境 或者一些政策 是令到這個年輕人很難在那裏 拿到一些有種mastering 有種掌握東西的感覺 還有知道自己的長度 命運自決 現在就說了 對 正確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是很會死 A specific 或者developmental 即是 specific的事情 即是可能去到年紀 可能六七十歲 可能命運自決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我們會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命運不是到你選擇 是 你要接受這個事實 但我又不覺得 你年輕人要這樣想 而且也不應該 我們很強調的就是 所謂的發展心理學 每一個年齡群都有自己 獨特的目標和責任 是的 而且在這個階段 他特別會 腦袋是在想那些事情 譬如說 每個人都已經讀書 都慢慢都進步 那個年輕人都會不這樣想 他不是這樣想都很奇怪 也很怪異 可能他還在想家裡的事情 或者父母的相處是怎樣 家裡是否安全 你問我 我就覺得更古怪 應該是說 他有些比起中學 更早的間職 即講小學 應該出現了一些問題 即使他一個人已經進入了 青春期 或者是中學的階段 但是他還在想一些 是之前應該要發揮 發展到 應該要確立到的 而未確立 所以那裡又再叫拔一拔後腿 即是滯後了 是的 其實整個 Dural Mental Psychology 他們都在說一樣的事情 你應該按回那個階段的歲數 你就給足夠的環境 那一配套 令到在那裡去摸索 但我聽你這樣說 我現在似乎政府和校方 主動要構成這些障礙 舉個例子 你小時候要測驗 其實你測驗 大部分人都輸 是的 換言之大部分人都失敗 是的 那你失敗者 你由一個失敗者 如果你一直陰影是糾纏 你放不開的話 你上去中學院應該是失敗 是的 即是一種gilt driven 你用你的自責內疚 那些不如人去推動你 但這個一定不是最好 這是一個很差的做法 因為他不能接受自己有錯處或錯誤 即是有問題 我要強調一件事 剛才你所說的 是有少數人這樣達至高成就 有 只不過問題是 將他這麼少數的例外 將他變成一個集體的推動力 就會很嚴重 是的 是的 還有 也要看那個人的素質 他是否可以用gilt 用自責去推動 就算他是因為這樣而推動到 很有成就 他長大了 他是一個專業人士 他看回頭 我輔導的他都會說 其實我不想要這樣 即使我做到已經是賺十幾萬一個月 但我是不開心 我聽過一個case 應該是真的 有些類似 他在中學都很差 不知Band 3 Band 3裡面就更加差 所以他又是回落給老師罵他 但他後來扮演之後 都能夠扭轉到 繼而讀了大學 跟著做律師 他做律師後 就要去一關中學學 跟老師說 這樣 是否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是的 如果他開心 但我懷疑他不是很開心 如果他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我都不會回到中學跟他說這些 他回到中學學 我說我怎樣 令到有些懷疑為何要做這個 是的 其實如果遇到這些情形 我只可以唯有這樣想 就是希望他因為做了這個專業 以至到他可能會接觸到某些同行的人 或者朋友 他會慢慢地 或者他會有足夠的錢 他可以找到 或者用一些錢來發展 其他一些 令到他人生 真的覺得 需要去 可能享受 或者對自己好一些 或者找到一個伴侶 令到他改變成長的時候 那個的自責 或者那些事情 要不然他繼續 他不斷地攀升 他不覺得是安定 他只是覺得只有差 然後失敗 我想如果你在哪裡綜合到 就是現在我們的社會 是不斷製造失敗者 有可能這個現象 是構成了我們現在年輕人的 情緒問題 可以說 面對這件事 其實我們要在年輕人這個層面 要灌輸一些比較正面的 能夠建立自我形象的一些方法 下一節回來我們會說說 第二次 說到這裏有少許離題 不過我覺得在這裏切入 可以令大家有一個新角度 一些心理學家 其實對Sigman Freud有一個批評 就是你拿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作為一個研究的主要目標 為何我們不看一些做得最好的 令自己想到一個最有意義的人生的例子 所以譬如人民的心理學中 有些就尋找上一個 peak experience Marslow Marslow Carlordres 都很不斷製造 剛剛這個問題我們可否反過來看 我們說過了這麼多 感覺上失敗 你會否看到一些 在香港看到一些 Ware adjusted 和能夠適應到這種處境的 稍為正面一點的例子 有 一定會 一定有 其實即使他有心理病 也好 可能只是那個部分是倒了 其他部分可能是非常好 甚至乎一個人很多方面都能夠適應到 也有 絕對會有這樣的情形 要看他的家庭 或是他自己的成長 很多不同的人都能夠適應到 通常這一類型 即是說能夠自己建立恐嚴症 他是甚麼因素構成到 通常有 我覺得真的 他一定是有一種 安全性 他有一種彈性 即是他的運力 他面對困難 他又會放輕一些 看清楚一點 看看是怎樣 他會有一種信心 信任 其實對自己的能力 以及對將來發生的事情 他會覺得 很會死合而地 又不多不少 其實很多事情他會 在範圍內 他會看看怎樣去做 甚至乎除了他之外 他會知道 他有其他一些求助的幫手 可能那個是老師 或者是真的一些人是會幫助的 是實際會給一些很實際的幫助 或者父母 甚至乎兄弟姊妹之間 如果在這樣的配套 或者他的成長之下 其實他應該說這是在大陸會發展的事情 當然你說有些另類 可能是經過一些很困難的成長 令到他每次都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要是一個很... 在那個訓練之下 沒有去走歪了就可以 不過我有一個強調 我見過 有 絕對有 有些是幸運 有些是命運的事情 是可以的 你不要說命運 就是一些意外因素 在統計學上 那些是Factel 在Bell的兩邊 可以的 譬如說 我們看到例子 我們可否作為一個經驗 去告訴那些現在有問題的 你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我們再次強調 就是由於整個問題是社會因素 你不能假設 我們這樣說 問題是一定不可能的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 我們可以給一些這些經驗去參考一下 有的 我想其實在不同的 家長的位置也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 他自己的年輕人本人也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 例如我覺得 如果先說年輕人 其實一些很健康的人 或者他的適應能力比較高的人 其實他有一個特色 他是那個exposure 就是那個接觸的東西 其實相對是廣泛一些 就是無論他跟人相處 可能他除了同學 可能他有教會 又或者他有其他可能同軍 總之他有接觸不同的人 甚至乎有人義工 他接觸到一些可能是很 可能是孤兒院 就是他那個視野 他接觸的東西會廣泛一些 這個就可以相對於所謂隱青的問題 是 因為人如果你接觸得多 你所謂的那種skills 你那種能力 如果說是interpersonal 就是人與人之間那種相處的能力 你會高一些 但這個是雞龍雞蛋的問題 他之所以成為隱青 就是因為他怕跟人一起 是 所以你要去推動一個人 你就要看看他有幾個地區 比如說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業 運動 或者個人的健康 各樣的因素 你就要看看哪些位置 在這個隱青來說 他相對沒有那麼弱 你就要把他引發 把那些相對可以的東西 把他發展 以至到 對 整個 所以譬如那個人 他最弱 他未必一定是跟人相處出現問題的 可能是另一些問題 譬如我附導一些人稱 他在家裡不斷打電話 但他不是投入打電話 他會跟網上被人打電話 甚至會約出來 例如聊聊天 甚至會幫人做電腦 這些他強處 我只要把他這麼小的小窗 我要把它放大 甚至要看看這件事 如何幫回其他 譬如說他自己 他每次到達對卷 他測驗考試永遠都會去 但永遠都不會回校對卷 因為他面對不到自己的失敗 他的問題是 這件事令到他不肯面對 學校的要求和面對自己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作為治療師 或是你作為家長 或是朋友也好 你要去找其他 所謂找他的強處 甚至乎那個強處 不應該只有一個 應該有很多其他的 你就要把那些要拿得緊 還有要想辦法 要跟他發展 這也是傳統中國文學裡找到的教訓 天生我才必有用 是 鬆柔一些 是嗎 當然有些事情你是怎樣的 一定有 但多時的問題是 因為現在我們有一個社會集體的談判 就是我們看事情 我們不是看正面 而是看負面 這個人 他有十件事 他有九件事是不好的 你永遠看九件事 你就不會看他最好一件事 家長都是 千萬要小心這個心態 你自己不開心 之餘 其實做子女的 在你心目中 他都覺得一文不值 或者永遠都是一個失敗者 這個都很普遍 家長時時都以為 我不說出來 我現在私底下跟你這樣說 但不是 子女怎會不知道 跟你相處了這麼久 你連border language也知道 很多你回去 他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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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不喜歡你 這些是我們經驗 我自己壓自己 但是剛才你說的 我們將來也詳細說 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 不是單止說 年輕人不開心 實際上 可能最不開心的是 老師和家長 會 將整個程序 是displacement 將它轉移 會 變相 學生 或者子女 是一個 相對比較準 的工具 去幫助你 不要說工具 起碼是一個 你成功與否的 好像一個成績表 那時候其實 整件事會變得很慘 還有很大壓力很困難 其實在心理學裡面 時常都說 你怎樣去推動 或者想到一些 可能性的東西 在那些位置 找個長處 將一些不可能的東西 變成有可能 你時常都要集結 能量 接著去打 或者去處理 一些你覺得很困難的東西 不要看到那個困難 在那裏 只會把整個困難 集中在那裏 那麼快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很困難 但是我又要補充 其實這個是一個 又是很universal的情況 不過香港的法律很極端 其實子女的成長 不多不少 你是家長的 對自我的投資 是的 這個是universal的 大家又不需要說 你不會引誘你的子女 去做什麼 其實有些是一個補償 你自己做不到 你希望你的子女的報道 做到 上一集我們說 你的Tiger Model 或者我自己 傾向做這個 超級怪獸家長 都是這樣 是的 除非有些文化 或者國家 很鼓勵 子女很小 已經有獨立 最好不要 那麼多時候 在那裏 西方就稍為多些 但是如果去到極端 也不是很少數 也不是一些 一般來說 都對子女有某種的期望 這個期望不是她 因應小孩子的發展 而是自己的期望 甚至是自己對自己的期望 對自己的期望 甚至是父母對子女的 而且現在一定是超過 超過 我看到20-30歲 都還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時候 就變得 剛才台長你說的 就是跟那個年輕人的歲數 已經脫節了 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就是在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 你每一個年齡組群 他有特定的目標要完成 你過了這個 你就不要再要求 做回以前的事情 甚至如果你從家庭治療 那個理論去看 就是正正因為那個年輕人 他的歲數不同了 他有特定的事情 需要去達成的 譬如說他是初中 可能他已經說 離開家 有些時候 他會想跟那些人出去 你父母 如果是在家庭治療裡面 就是因為他轉變了 那個項目是需要完成 父母也要因應而去轉變 如果你配搭不到 你還是停留在 他可能是初小 小學的階段 這樣就會出現矛盾 就是要跟著他那個位置去成長 另一個很典型 這是由心理因素 和社會因素 經濟因素決定了 譬如說外國 他到十多歲 他不上家了 他自己本身去住 你在香港就沒有這個條件 是 但是 而且心理上也不想 老爸老母 所以那個 阻力很大 實際上會構成這個人成長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現在開始越來越多 有很多現象都在中學發生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譬如說不開心的那些 固然他已經可能是所謂 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在學校會不會被邊緣化 被老師邊緣化 被同學邊緣化 而構成了這個更加不開心的現象 絕對會 我想其實 甚至乎老師 剛才你台長你都說 其實除了家長 還有老師 他都背負了很大的壓力 如果那個學生 或者裡面班有幾個很不生性 或者有很多學生 他都是很低成績 還有行為上的問題 行為上 因為我認識一些 就是直接想趕你離開 所以他要用這種方法 所有事情 就是令到你不是一個好 令到你這裡不開心 所以你退學 就是我見過這些 很策略性的 所以老師會構成 我想是相當的壓力 他就必須要做些事情 如果他不是想趕你離開 他就要你確定 希望你配合到老師的要求 在班房裡面 或者成績等 其實你要不就呆雞坐在那裡 就不要搞事 但是你不是開心的 你都在浪費時間 其他同學覺得這個人 都不要黏在他 或者對我都沒有什麼幫助 我又問你一個極端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人就是 我看到你的樣子 不喜歡你 因為一個有Low Achiever的人 不關事 我終於看到你 絕對會 會 會 同學與同學之間 會 一定會有這些人 所以其他 有這些人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很多人 但其他同學 大家互相會去照顧大家 你未必一定是當著面 都是一個物以類聚的情況 會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社會學的規律 就是不會說Low Achiever 和High Achiever 大家會簽 這個有的就是例外 一般來說 是 除非他那個組合 或者有不同的項目 是不太對比 一個High Achiever的能力 就是大家可以聯繫到 所以是一個群組合 剛才我們說到那個人以群分的問題 其實一個頒方是否等同於一個小型的社會 一個小型的社會 一個小型的社會 這個小型的社會 其實也有一些大家互相的角力 勢力的角力 會的 我想一定會的 可能有幾樣東西劃分 譬如說 男生的有男生的劃分 譬如說體格是否大不大 高不高大 我們當時是打不打得 打不打得 合不合得 真的打 但看樣子是誰 誰能抽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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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在女校或者女生的群組 可能會多說一些 美不美 或者有沒有花指招展 或者也會說家裡有沒有錢 也有不同的比較 或者身形 很容易會有劃分 很多不同的小型的工業 很快去說 哪些優勢呢 不出聲 小小的 或者是怕怕的事 或者沒有什麼自信心的人 通常開球的就是先動的 這個就是欺凌問題 會的 所以其實我也有很多人 譬如去輔導 譬如有些抑鬱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和自己 都是被人欺凌的人 大家會比較友善 比較好聊 因為大家都很坎坷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班房裡 大家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去關心 就算我覺得有時候不需要太過 我明白的 你不能太過張揚 你和他好 因為你和那些被欺凌的人 和被欺凌的人好 其實你可能會被其他同學排擠 這個是很多事件的定律 但是除了之外 嘗試在其他一些情況下 去關心也可以 即是電話也好 Facebook也好 有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那個被欺凌的人 其實他會感受到 和會覺得 都叫做有些動力去翻學 和都覺得 有些人都會去關心他的 不過他很有趣 他們會說 其實那些同學 是不知道怎樣關心我 但是我知道那些人 其實是想我好的 他們都會感覺到 所以我覺得 當然叫那些大哥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這是很難的 這個是性格 而且你坦白說 香港這個情況 都還沒做最惡劣 你試試去演過 更嚴重 所以其他同學 大部份的人 在正常的同學 是在正常之下 又可以給多些支援 和回應 會好些 甚至我不知道 有些同學在中間 有些會部署給老師 請人 有時都會有效的 令到那些欺負的人 有時都會收一收臉 這個跟社會一樣 你答案 是縮影 但如果是當事人 我們剛才說的 被避免化 在個體層面 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其實 如果是他自己本人 如果回到我 我剛才之前都說過一些 就是他有沒有其他 找到其他好的東西 很簡單 譬如我闊導一些 即使在班房裡被欺凌 但是他可能有其他 一些親戚 可能表哥表弟 即是他有其他的外面 有其他一些位置 他可以和人聯繫 有時他在班房裡 他只是在這樣的格局下被欺凌 但是作為治療師 我們當然要去找他 找他的模式 會不會他有些東西的性格 是容易令到別人 對他會出現一種 粗聲粗氣或推撞 如果有的話 就透過輔導去提檢他 姑且當他是一個 額外的exceptional case 即在班房裡 他可以在其他社會環境 例如清禪中心也好 或是教會也好 試一下去step out 不要給班房裡的負負經驗 驅使到他在人面前 都好像不出聲 或者什麼都不合作 或者又不會幫忙 你這樣搞一下搞一下 其實那些negative的事情 又再重複了 等於我揭 會重複 即是你越刺就越傷 一件事你transfer 而施在其他地方 又再發展 我這些advisor 很實力的 很實力 學功夫 是的 那是對自己的身體 即是那種自信心 你剛才有一件事 你能夠掌握命運在哪裏 在哪裏 你掌握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個 不是純粹技術的問題 這是一個心理對你自信的確立問題 爭成 但現在少了 還有少時間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說這些年輕人 他未必自己解決到 但是家長怎樣很快去認識到 你自己的子女友 類似剛才我們說的問題 我猜他未必跟你說 我覺得其實家長 其實很重要的 有一件事 你可以拿到一些資料 其實你要跟老師 要合作 要談的 你不要只想去派成績表 那一刻見面 如果你要去拿 所謂拿料 你所謂了解 當然你最好 甚至乎去跟同學之間的家長 就更加有些事情可以私底下 談了去解決 你去到學校 其實是一個second choice 但也是可以的 但你千萬不要去到一個地步 想著子女有什麼事 會回來跟你說 你就是拿那個 這個正應所問 為什麼不直接跟子女說 沒有的 很多原因子女是不會告訴你 譬如說我告訴你 你可能還會罵我 或者你給我很多的意見 根本我其實是很不開心 你的意見又幫不到 因為其實子女鬼不知道 家長背後都有一些想法 譬如說我在學校被人欺負 家長可能聽完之後 好吧 那我幫你跟老師說 要不就說 沒有什麼的 你自己想的 你繼續上學 其實 美國佬就是這樣 美國佬就是這樣 也不是說你這兩個方法不行 但有時候你實在太有自己的想法 很多時候你放不下這些事情 年青人會覺得 你根本不是聽他想怎樣 或者他自己都很模糊不清 自己都沒想定想怎樣 他自己會告訴你 我也不太知道 我們做的角色就好像家長 跟他談出來 或者去試一些事情 但是會不會說去到極端 其實根本是沒得談的 如果要談的話 就是找一個年紀稍微接近的人跟他談 那又不是一定的 譬如說很多 我自己都會直接這樣想 例如說我有問題 我第一時間我不會去跟我父母談 是啊 我找我弟弟談 我找我弟弟 找我一班同學談 如果有的話 甚至如果同班 他給我成熟一點 我找些人談 對 這樣更好 除非那些事情是驚動到父母 我覺得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在Piers 或者大過你一些成熟一點的人 應該在那裡去醞釀 或者有些解決方法 應該在那裡出來 這個是我們切身經驗 實際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獨子 獨子有這個問題 有很多事情想問 其實你沒有人問到 但是不等於獨子 獨子有這個問題 長子也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這個做到的話 其實你會給到一個所謂的方法 提出來 很多時候有問題 你不會說失敵或失措 你會自己想 在我自己的尋面 我為何解決到你的問題 如果你做到的話 基本上 你還可以做另一件事 就是當別人有問題 的時候 別人走來找你 是的 這補充點 其實是對那個Eagle 就是自我的自信心 和自我能力的體驗 如果有人會問你意見 其實你應該可以 或者別人會覺得 都信得過你 或者你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有權威 有權威 成熟 很健康 或者你是一個很關心人的人 或是善解人儀的人 會不會你做了Counseling 都是有這種性格 要有這些特質 要不然 譬如你自己也要騰人低機 對 一定要淡定有簽證 見到一些惡惡惡惡惡惡 可能很糟糕 你起碼看得多不同的事情 給予一個信心 對方會知道 OK 我再跟你說一些最坎坷 最噁心的事情 或是最論盡的事情 你都不會說 所以剛才我們說 除了他不想找家長之外 另外一個我相信 所謂這些有disfunctional family的問題 就是他覺得找他 他自己也不懂 找他 他還說他怎會幫到我 他已經很不適 對 家庭治療一年就是這樣 年輕人有問題 有機會是家庭整個結構 有關係出現了問題 或者是父母根本已經很不適 父母也可能因為原生家庭很不適 年輕人如果他見到你很不適 他繼續告訴你他有沒有什麼 其實他覺得他的心理狀態也很差 他真的見不到 如果你有問題 他又會想想 我不如找一個 硬正一點 或者比較成熟一點 或者幫到我的人幫 如果他只是跟你說 他沒有朋友 所以家庭也不要太介意 他年輕人未必會跟你說 他跟你說的 可能都已經過濾過 或者他可能有些事情 一定要你去應許才可以 那就談過那些 換言之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 在我們的社會上 我們年輕人現在很少找到這些 有些幫助他的 對 因為很多人都不行 其實很多人都想想你 或者骨牌效應 變成是難找了很多 現在就算我們那個年代 容易找到老師 會跟你聊 給予一些意見 現在有些附居老師 他都說很想幫學生 不過他自己都很大壓力 有時候都不知道 都分身分不迫 他根本都幫不到這麼多 所以這些問題是集結的影響 要解決 也試一下大家集結的力量 集體多些力量去解決問題 我想會找到多些出路 或者扭轉一些事情 我想家長要自己很自覺 要 即是你自己是一個什麼家庭 你自己要有一種清晰 如果你的家庭本身有問題 很明顯的 你會嚴及禍言下一代 而最大差的情況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有問題 這個你要靠自己的不定的 反思 譬如說 會不會說夫妻之間的問題 就衍生到 變成是子女有問題 又或者是 整個的家庭教育本身有問題 而導致下一代也有問題 我所說的就是 譬如你會不會把壓力的地方放錯 做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那一代我們也很常見 譬如說你日吵夜吵 在家裡 這些都會構成了 小孩子本身的情緒問題 家庭氣氛會差 而且年輕人很矛盾 又不想聽 但又不聽 亦都有一種焦慮 又不知道你們吵得怎樣 他扔下家庭出去玩的 其實都玩得不安樂 甚至乎他玩也有很大的自責 覺得自己為何可以這樣 最好大家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些人的崗位 要解決的事情 就不要拖延去解決 你及早去處理 要不然其實很多連鎖反應 又會影響下一代 或者夫婦之間 根本有問題就去處理 就不要有些叫做擠很多連 讓他有很多問題出來 即代價很大 好 我們都應該提供一些 比較實質的資料給大家 是 因為上次漏了給大家的一些熱線 我也找過在資料有五個熱線 可能有些聽眾多人 觀眾都會知道也未聽 最常見的 譬如關乎這位自殺的 薩瑪利亞會 24小時 電話是23892222 4.2 23892222 這個就是香港薩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這個也挺有用的 另外一個熱線就是生命熱線 24小時 又讀給大家聽的電話 2382000 2382000 2382000 有這兩個熱線 還有的 社會福利署的熱線 電話 2343 2255 2343 2255 最後多給兩條熱線 很多人常用都覺得很有幫助 一個是名愛家庭危機支援中心 向程軒 只有五個字 一個電話號碼 18288 18288 1828 最後一條熱線 就是香港心理衛生會的熱線 是社工當值聽的 不過有個時間限制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 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是社工當值聽的 電話 2772 0047 2772 0047 我想這五條熱線 如果有些線 是敷了 打第二條 起碼這五間 我想都是常用的 如果你有自殺的想法 或者有抑鬱 找一找他們 都會幫到你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